欢迎回到57股市同学会 回味三个月 终于看到万五又回来了 今天大盘因为鲍尔放割美股大涨的关系 一开盘就大涨超过了百点 盘中一度上涨超过200点 中场是上涨133点 收在15,012点成交量 接近3000亿元有2915亿元 今天台积电盘中一度攻到了500块钱之上 很可惜尾盘没有收复500块钱大关 不过依然是上涨的格局 鸿海终于看到了动的迹象 之前受到郑州厂 很多员工暴动事件的干扰 股价都没有反应 中国可能快解封了吗 今天股价也动了 那我们从这个K线来观察 万五我们台股一度失守又站回 年限15864 但现在大家想要更贪心 不是要看年限要看16000点 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可能呢 因为鲍尔终于唱高歌 让全球市场跟着起舞 加上礼拜五要公布PCE核心物价指数 假设低于5%有利于股市 所以谢谢鲍尔 我们得了三个月重返了万五大关 那刚才说大家不是要挑战年限 更想要的是 有没有办法朝万六来靠近 杜金龙大师说有四股的金流推动 包含了外资回补 中十户的金流利拱 外国主权基金拼绩效应 政府基金的加持 年底那不就这个月吗 甚至有机会上万六 老肖老师 上万六有没有机会 可是有可能就这样一路不回头 往上北方走吗 整体上杜老师一直是我 非常尊崇的一个前辈 问题是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这一次鲍尔的一个谈话 当它货币政策走得比较鸽派 反倒是要提防 就是跟我们央行是同步 就是说你要提防 未来是不是会有 通膨紧缩的一个压力存在 加上台股在近期涨幅 非常的明显 当然我们可以正向 但是正向的过程里面 你要维持一定的警戒 好 正向的过程 要维持一定的警戒 那我们从这个台股的 现在的架构来观察 那首先呢 因为美股肯定会影响到 隔天台北股市的一个开盘 所以今天晚上的美国股市 会来得特别重要 我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先举个例子 我们看这个区块这里 也就是说什么叫残虹吞噬 所谓的残虹吞噬 就是在K棒行进的过程里面 它上上下下形成一个 横向整理平台 接下来出现一根实体的红K棒 把整个整理全部吞噬掉了 一般来讲在形态里面 K线形态里面 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多方讯号 那么我们来看 在10月份出现一个残虹吞噬之后 这是道琼工业指数 接下来是道琼出现一个 非常飘悍的一个大涨 是 问题是因为只要形态出现残虹吞噬 这种叫做极端 它只要告诉你 我的力道强劲到一个不行 那既然是强劲到不行 那就不能跌 如果它是一个非常飘悍的多头形态 可是接下来如果是下跌的 那你就要稍微踩刹车 我举个例子我们来看 好 我们看左侧 不管是在今年的5月份跟6月份 它一样出现一个残虹吞噬的K棒 吞噬的整个整理平台 可是接下来只要出现一个黑黑棒 那就挂点了 那就肯定挂点 因为你是一个残虹吞噬 一样前方是一个整理平台 出现一根残虹吞噬 接下来绝对不能跌 接下来就只准涨不准跌 就是说它只要出现残虹吞噬 直接跟你说 就是今天可以起来不能落 问题是我们看昨天 昨天的道琼原本是赤下跌的 是开盘之后往下做回撤 可是就在鲍尔的谈话之后 出现这一根 这么大一根的残虹吞噬 代表说今晚的美股只能往上走 不能往下做修正 万一往下修正 反倒是要适度要小心 回过头来 那我们台股到底该怎么办 对不对 你说如果今天晚上的美股表现 一种是正向 那没有问题 那假设是负向 我如何面对明天的台北股市 好 一样 我们就以最简易的 原则上根本不用等到收盘 好 举例 我们看右侧 右侧这是今天 12月1号的加全指数的一个行径 那么只要开盘后 我们马上就截图了 因为不重要了 是 因为它就一定会跌 它不会涨 它已经告诉你 我今天不会涨了 为什么呢 好 我们先看左侧 左侧是不是昨天11月30号 对 第一个记住 所谓的强弱关键就是 你把加全指数一开盘 你不要管开盘量 因为它一定会递减 递减过程你等单一分钟的最大量 举例 昨天单一分钟的最大量 报在14718点 结果呢 接下来是不是都守在14718 代表它就是一个多头的攻坚格局 反过来讲 我们讲今天 今天的最大量发生在15106点 开盘之后 守了大概半个钟头 守在15106 接下来是不是不守15106 那就不用期待今天会涨了 就不用期待今天会往上做攻坚 它肯定是向下做修正 所以整体上 你明天可以利用这个模型 提供自己有个有效的一个判别 好 但是有时候台北股市涨多了 向下做修正 在这个时间点 不见得是坏事情 对 因为很多个股慢慢的涨在 你都没有参与到 这些个股上涨的行情 那哪一些个股呢 在反而趁台北股市 震荡休息的时候 可以拉回找机会呢 好 今天老夏老师 要跟我们讲的是 充电桩的相关概念 为什么要看充电桩 这个产业 整体上我们面对 接下来这一段 就是台股涨得 远远超过2000点之上 现阶段 我们如何去搜寻 最重要就是 你所买进投资的标的 你笃定 未来只会有利多 不会有利空的 所以你要去找成长型的 那这个成长型是 全世界大家都认同的 你自己也接受了 这个叫做电车相关概念 好 你有电动车 你没有充电设备 你有车也没有用 就好像是你拿一个手机 我请问各位 你一个手机 要不要有一个充电器 你总不能说我们一家六个人 六个人共用一个充电器 这绝对不是个办法 所以整体上你所笃定的 整个充电相关设备 会是未来这五到十年 整体上它的一个需求 只会往上增长 不会下跌 好 我们首先先看左侧 左侧叫做过去已经发生了案例 也就是说Bloomberg针对过去 所谓的全球充电市场 充电桩的复合性年增率 达到32% 也就是说它每一年的成长幅度 几乎以30%的成长 那既然是30% 我们再看右侧 右侧的部分 就针对未来的预估了 左侧是过去已经发生的 右侧是从22年到2023年 不管从全球欧盟到亚洲地区 剔除大陆到大陆到美国 整体上它就非常彪悍的 肯定是一个大成长 代表说你可以抓到一个主题了 你抓到一个未来大成长的主题 将会是在电车相关概念股 好 充电桩未来的年负荷成长率 老师老师提供蓬勃资料 高达了32% 可是说实在话 充电桩的概念股 老师放大整理好多 这怎么选 整体上理论上就不看台湾的部分 为什么 因为台湾最主要要必须有 中油开始 中油的架构不太多了 大概就1000多支 所以针对台湾预计充电桩 到2025年只有7800支 我要做国外生意 7800支 韩国高达77万 大陆也100万 日本15万 欧盟的部分350万 美国到2030年 拜登这里预计要增加到500万支 不多 其实真的不多 整体上我们来看 在整个充电设备的部分 我们大概括分成三环 一个叫充电枪 对 一个叫充电桩 一个叫充电站 各有不同 你说有什么不同 充电桩里面包含了三个 不是只有电源供应 包括网路的一个资源 包括视讯等等 所以这个部分会比充电枪来得复杂 是 所以这个部分相关的干领股 就会来得多 所以我们有帮各位做个治表 就是说那问题是这些个股 难道我现在就做进场吗 不是 而是在于我们要去检验 检验什么 你要找到会涨的股票 第一个你已经找到对的族群了 好 问题是族群这么多 难道每一档都做切入吗 当然不是 你要去找到 接下来有望立竿见影的 让你渴望有 非常明显一些收益的标的股 好 那我们一样 看到这个表格就知道 老肖老师最在行的 从50分K跟这个日K来找到 得分比较高的标的 首先我们先找会涨的标的 什么叫会涨的标的 会涨的标的它一定会符合一个条件 也就是说在趋势指标里面 肯定不会是负向的 不可能是负向 会涨的股票趋势指标负向 那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们就从几个角度来看 一个从50分 一个从日线 一个叫WMA 叫加权移动平均 一个叫MACD 一样给它一个50分 给它一个日线 那么因为我们用四个指标 去做追踪观察 所以你的稳定度会大幅度提高 那这种过程里面 纵使你所切入的 那股下也许短线上 可能会小涨小跌 那不会影响你 那怎么办呢 你要去找拿到4分的 比方说到目前为止 在充电桩的部分 有拿到4分的到现在为止 有康书 有廉华 有和勤 这里还蛮多的OK 那就要有广达 梁维 中探针跟合硕 这些是拿到4分的 接下来也许你会说 那像这个3分的怎么办 3分的当然也要关注 也就是它让3分冲到4分的时候 那不是刚好是最佳的一个切入点 所以这些图表 我们会放在我的Lite 8上面 跟大家做追踪 好 再来什么叫做 WMA跟MACD是拿到4分的 所以我们来看 好 怎么设定呢 对 我们先看最简单 这个叫建核心 充电枪的 各位请看 左侧这个叫MA 右侧这个叫WMA 不一样 当然也不一样 它多一个字 其实这个叫SMA OK 一般各位你常用的会叫SMA 包括很多分析师跟大家分享的 MA叫简单移动平均线 我们同时给它一个叫711 711 一样是711 好 我们来看 MACD一定是在同一个点 就这根十字心这里 这里发生 好 以MA7跟11来讲 它是在十字心的右侧 这支 这支长红棒出现买进先 对 对不对 好 我们看右侧 好 不一样 你用WMA一样是7跟11 差多了 来 MACD是不是一样在这个十字心这里 对 没错 好 WMA是在这里就蛮近的 前一根就出现了 它提前你的MA差两天 差一 二 差两天 不是 差一百分钟了 一百分钟 对 那是五十分K 对 差了一百分钟 所以说 为什么用WMA 就是说第一个 因为它叫全值比重 它可以比一般的MA会来得更坚准 并且稳定度相对来得强 不会 它稳定度又强要又坚准 当然你如果用MA也可以 但是会有一点点的落差 对 好 这次从五十分K找到 WMA或是SMA设定值的不同 其实它发动的点位也都不太一样 那另外一个是 再来我们再看一档 电车有望在明年出现大爆发 就叫做六二八二的康书 好 我们来看 分别从日线跟五十分线做交叉比对 首先我们先看在日线的部分 日线MA CD它一直都是正的 它已经正很久一段期间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在日线的WMA部分 它是在这里 这支 对 这支出现买进讯号 好 如果MA CD这里叫一分 WMA这里叫两分 不行 也要等四分 好 我们来看右侧 右侧我们就看了50分钟的黑棒 对 真正的关键买卖进出会在50分 不是日线 因为日线有点慢 当它出现四分就代表出现买进讯号 反之如果从四分掉下来三分 那你就可以走了 并且你可以走得比市场来得快 好 所以我们来看 第一个首先它的WMA的部分 在这根黑K棒出现买进讯号 这支 OK 好 接下来MA CD在这里转正 所以也就是说它在现在才刚刚出现标准 这里叫三 这个点叫四 所以在这里才刚刚出现买进讯号 可是买进之后我们来看 勾起看右侧 它是会往上涨 对 可是有没有往下跌 有 跌有没有来跌破这个点 代表它确定进场了 它如果不进场这个点就会破 那守在这个点 它已经告诉你 我要准备跟你来真的 好 这个是康书老孝老师 用这个日K跟50分K 搭配WMA来做一个交叉比对 找到得分的方式 那充电站加这个充电枪 其实它相关的个股也还满多的 那怎么样用同样的方式来找到机会 跟大家做个补充 因为比方说我们举这个礼拜的礼拜一 我们针对金融股做了一个得分表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昨天又针对 相关的网通Wi-Fi 7 又做了一个比对表 好 那我们刚刚针对充电桩 包括现在的充电枪 你说我怎么看得完 所以这些表格 欢迎各位可以加入我们的Light 8 那我们会持续 就是说因为它会变动 那只要有变动 我们会持续在Light 8上面 帮大家做追踪 好 的确这个指标变动的速度很快 那大家如果觉得 这个教学的部分 来不及追踪的话 另外你对于相关的未来充电桩 充电站的行情跟成长 其实是认同的话 都可以参考画面上面 除了这个CG字卡 用手机拍下来之外 老肖老师会在Light 8里面 随时看到有一些变化 会做更新提供给同学们 那大家可以参考画面上面 我们老肖老师的大头娃娃 用手机扫一下QR Code 跟老师加个朋友加个Light 那这个跟老师稍微互动 丢个贴图 相关的资讯跟表格 在Light 8里面就可以看到 然后可以跟老肖老师 来做分享跟讨论 广告要聊一下 现在已经进入12月了 年底的作战行情 到底要看什么呢 要看集团还是看作梦题材呢 因为元宇宙 看起来最近这个族群 又开始响叮当了 怎么样来做操作呢 休息一下 我请问韦群老师 广告回来 手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全球要一起庆祝耶诞行情了吗 感谢鲍尔送上大礼 昨天美国股市都是大涨的 道琼10月从低点以来 上涨超过20% 回到了牛市 那美国的中概股 也终于一吐闷气了 11月以来飙涨42% 刷新的新高纪录 我们看道琼这一波以来 涨了20%以上 那外资也慢慢回头 鸭股跑赢全球 光是11月就涨了4% 那台股表现也很不错 那现在年底剩下一个月了 这个作战行情怎么抓 集团好像还没看到 明显比较积极的发动 有零星发动啦 但题材方面 搭配集团要看谁 看的就是威胜集团了 因为他们有元宇宙的相关题材嘛 看到集邦科技说 SonyMeta新品要问世了 明年VR装置从出货量会回升 预估有1035万台 反而认为2024年 元宇宙的市场规模会有8000亿美元 那宏大店昨天大涨 哇 看到的筹码部分 包含了内资的原付买了7000多张 卷资比有57.5% 那威胜 建达跟卫素 昨天看到内外资都是有在买的 只是今天宏大店传出一个消息说 它的VR的部门要卖掉 这不是它现在唯一要赚钱的部门吗 怎么会卖掉呢 那今天股价收到这个消息拖累 开高之后向下来走低 那我想问一下伟群老师 为什么会有这个讯息的产生 那整体的这个 如果说元宇宙的行情 在年底有机会发酵的话 怎么样来做相关个股的追踪跟掌握呢 好的 我想其实昨天美股的一个大涨 让大家都很开心 那甚至其实以稻穷来讲 它已经反弹超过0.618的幅度 那如果以技术面来看 其实是回升的行情 就像我们上个月讲说 真的涨2000点还不够啦 那当然你说近期来 其实就是龙卷会比较多 所以有点集团作战 甚至嘎空的行情 那当然今天大家比较看的 就是宏达电 对 那新闻也出来 告诉各位VR 元宇宙是未来长线的趋势 年增率都30几%以上 这绝对是趋势啦 但是因为你说要抢到这方面的一个 获利或商机 台厂是比较没有机会 因为毕竟都是被大陆代工厂抢走的 反而是零组件的厂商 那当然 我们昨天提到的一个威胜集团 它就是有这样的题材 还有嘎空的条件 那当然今天看到宏达电是开高走低 对 那我刚刚特别问一下 我在宏达电的同学 对啊 有没有要卖这个VR的公司 这不是要赚钱的部门吗 好的 我想 未来即将赚钱的部门 特别问一下我的同学啦 应该没有人知道 那他说 其实就是新成立的一个设计部门 就是宏达电因为它是代工嘛 它是制造 它现在不是代工 它是制造 但是它的设计的部门 它是新成立的 是大陆有些公司对他们有兴趣 那这样很不错 代表它的这个设计公司 有得到市场的肯定 对 其实这绝对是长多啦 那当然 其实昨天看这个筹码 这些应该很多都是隔日冲 很多都是隔日冲 对 那卷制比那么高 我觉得今天放出这样的消息 把宏达电开高走低打下来 我个人认为是空单想要回补 是空单想要回补 那如果说明天 这些空单有些不补的话 再嘎上去 那可能就会很凶了 因为毕竟第一个技术面 你看宏达电 它来到前波高点压力区嘛 这边一定要整理嘛 对不对 那再来你说 有没有报大量也没有 还好 那卷制比又这么高 那甚至我们看3504 对不起 哪一档 3504呢 小明光 建达6118 6118建达 建达是涨停啊 对 集团涨停啊 是 3508位数 位数也涨停啊 所以代表说 其实这元宇宙的题材热度还在啦 那宏达电只是受到这个消息干扰 老师说是空单想要回补打下来 但另外两档就是扎扎实实涨停给你看 对 那甚至里面最强的 我用2388的威胜 2388威胜 对 因为威胜算是中国 气美化 一个很重要的厂商 精品 而且又有车电 对 对 那相对来说 我个人认为威胜反的 这边比较 它算是获利比较实在啦 你说宏达电要赚钱可能比较难一点 先炒梦嘛 但是威胜来说有可能 因为营收也慢慢增加了 甚至它有转投资威胜 对 所以接下来你要 如果说整个集团的轴心股 当然是威胜 2388威胜 对 2388威胜 老师说威胜除了搭上了 宏达电整体集团的作战行情之外 它也有这个 中国去美化 去中化 晶片的利多 那讲到这个讯息 等一下来看一下 老师会针对 台积电下礼拜有这个 宏达典礼 那美国这边又有新的动作 可能要对中心来开刀 那台湾厂商哪一些有机会剪刀枪呢 再来做关注 先从台北股市来观察 这一波的上涨动能 杜大师都讲要看到万六 老师你认为呢 短线上面技术面 是不是有利于台北股市系去上工 我认为仍然是上工格局 毕竟你说 真的前波先涨了2000点之后 对不对 我说会不会再涨0.5到0.618 其实你看道琼已经过年线了 甚至我们看废半好了 废半其实已经快到年线了 其实那废半跟台北股市比较相关 对 我们看废半 其实这条应该是半年线 应该半年线 快到年线 对 那台北股市有没有机会到年线 一万六 我觉得有机会 所以这边 当然最重要的指标 还是要看2330的台积电 好 2330台积电 美国现在拼命的跟台积电遭手 那华为跟中心就没好日子过了 除了进晶片之外 还要进他们的网通设备 下一步再进中心的晶片吗 对 我想真的拜登是蛮狠的 所以你看嘛 先进华为中心 本来美国还有偷偷的在用 有些的厂 有些周收 甚至有些的大型 因为真的便宜啦 你不用不行 所以你这次真的很狠的话 你看到华星光他们 对 好强喔 这些光通信族 以前都被中国打趴的 对啊 反而现在很贵 这长这个就对了啦 你看4979华星光 华为中心的通讯设备 美国不能用 4979 4979 以前 是根耶 对 以前八十几块 这几年都跌到十几块 那你看到美国打压中国之后 你看到 竟然华星光喷上去了 就是有这样的题材 所以当然 你看如果进中心的话 联电 粒基电 对 世界先进 就有点赚头 我们前阵子就讲过 对不对 甚至你说像望宏华邦电 甚至你说记忆体 也是有转单的效应 所以这边你说 整体的指数 这些光是这些电高 慢慢电高就够了 对 所以这边我觉得 指数就是慢慢电高 好 那另外看一下 这个最新的 中国晶圆厂的状况 是不是真的不是很理想呢 对 那当然 现实当然就是手机PC 各家都说不一样嘛 有人说明年上半年 有人说要到第三季嘛 就是看库存调整 或者产品线 所以这边反而IC设计 前阵子跟各位报告的 我说不要杀D了 但是现实反弹上来了 有些股票反弹了 你就要来到一个满足点 你开始要做调节了 因为毕竟每个产业不一样 每个报价也不一样 比如说驱动IC 去年真的涨到天上去 那时候也提醒各位不要追了 这次跌得很深 对不对 不要杀D 但是谈上来 你回到一个正常的报价的水准 或者说正常供需水准的时候 对不对 你还是要尊重它的技术面 还是要尊重它的产业面 不要过分的追价 好 我徐老师的叮铃 那我们先从台积电来看 好 我想台积电 如果以周线来看 周线是很漂亮的 你看MACD才刚刚开始而已 对 甚至龙健 最近是龙子减龙健针 筹码面也有利多方 所以你看这样的形态 其实它还没走完 但是我们回到日线来看 好 看日线 日线前几天我们说 希望它回到这个巴野 很多人希望回到这个缺口 每个都还蛮大的 对 不止 这边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已经四个了 这边是超跌区 这边有一个突破的缺口 我认为是有机会来做个回补 补这个缺口的位置 是适合加码的吗 我个人认为是 等不到470就对了 对 因为毕竟 你说要真的跌到这么深 指数可能要跌个蛮深的位阶 你现实的状况 你指数要这么大跌的机会 不高 对不对 你看这个轮动都很凶 对 然后你说接下来 下礼拜 重头戏 拜登跟张周谋要同台 大家都要来做多的台积电 对 是不是 那有可能再喷一段 因为毕竟你说台积电 真的太委屈了 好 另外看到这个 鸿海家族当中老师认为 可以留意的是布鼎 好的 我想鸿海集团造车 这个长多也没有结束 你说广瑜 乙胜 红准 甚至浦城 建汉等等 那我说当然里面 就是内外皆美的就是腹顶 因为毕竟腹顶来说 对不对 车用的MOSFIT 甚至第三代的半导体 我们看刚才老肖老师说 充电桩 是 对不对 那里面最重要是什么 第三代半导体 快充嘛 对 所以你看到今天汗了也动了 第三代半导体 你看台半 对不对 这些甚至强貌 28A强貌 有没有 他们都布局 其实都在往这边走 所以当然你说红海集团里面 受惠最大一定是8261的附顶 好 8261的附顶 反而是拉回位阶算低 可以来留意就是了 韦君老师的丁宁 那记得韦君老师你昨天有说 电动车概念股 不只是特斯拉很强势 一大堆的追兵 中国大陆品牌 也是出车 卖车做得很积极 老师你昨天在Lite 特别讲说 有小鹏汽车概念股 可以来做留意 如果有加Lite的话 应该都有接收到老师的讯息 对不对 对 没错 我想大家都看特斯拉 我说其实接下来 因为特斯拉 毕竟它的本益比太高了 是 对 接下来我们都要看 它的一个实际的发展状况 但是反而中国大陆的车厂 慢慢的变强 而且又便宜 爆发力又大 当然我昨天特别提到 有加Lite的同学 对不对 我们今天会提供一张 小鹏汽车的概念股 可是它是做什么的 它做电池盒的扣件 电池盒扣件 就算电池盒相关的领主 就跟以前那些可乘那些一样 做算饥渴那些东西 打入小鹏汽车 它是敏食集团 敏食集团的 敏食集团是 大家可能有些同学很陌生 其实它是台湾的厂商 但是它是全球最大的汽车零组件的工艺商 那它之前有投资一场6283的存安 很强啊 6283之前 都会提供到存安的话 那时候存安有没有 我们把月线打出来 好 月线打出来 存安是不是做车灯的 做镜头 做镜头 你看存安以前你看 三块多 三块 对 敏食集团入主之后 你看三块涨到76块 是做镜头的 车用镜头 对 甚至技嘉集团 四年前也有私募 在40块左右 是 那精切就是做相关的 小鹏汽车的 相关的汽车的扣件 好 今年股价 对 十月营收就大增了 甚至明年才真的大爆发 所以 明年才大爆发 对 所以今天在盘中 我们看江坡图 好 看江坡走势图 在盘中 大概在46块左右吧 我就跟各位同学来做个分享 所以这边还有很多相关的 比较中低价的 汽车相关的概念股 如果有兴趣 也都欢迎加我们的LiAT 好 另外这个IC设计部分 今天看起来蛮多档个股 蛮强势的 包含了智元 好的 我想智元当然3035 我们说其实连电好它就好了 但是它最近的走势就比较温吞 毕竟来说它没有3443的创意 爆发力这么大 3443 对 因为创意是有嘎空 今天还在照 嘎到这边来说你看到 其实它创高的能力也慢慢的弱化 消退了 对 对 因为真的做多都也不敢去追 是 那这边就是我们找一些低长 你看今天2379的瑞玉 2379 瑞玉 瑞玉整理完就不错了 被外置降频还大涨 联发科也不错 2454 2454 我说联发科一定要来到缺口 我们把这时间拉长一点 对不对 你看今天已经快来到这个缺口了 已经快来到这个缺口了 所以这边反弹上来 低档叫各位不要卖 但是反弹上来 慢慢的要找卖点做个调节 好 那另外生技股 今天早盘本来没有什么样的人气 突然在盘中 预长各股向上急拉 公道的涨停板 那就是6589的台康生 为什么我们不要忘记 12月1号有这个 台湾的医财医疗大展开展 总统蔡英文有去现场发表谈话 他看好未来这个医疗产业 在台湾的需求跟未来的潜力 今天股价就涨了 生技股今天动起来是因为这个吗 应该是 其实他们就是 我说都是蓄势待发 我昨天还在这边这样 你看台康生 这样一天就过高了 对 他就等一个 他现在等那个乳癌相似药 对不对 今天蔡英文一点火 就上去了 马上冲上去了 甚至4162的志勤 也是 昨天没反应 今天打上 今天就打上去了 甚至你说宝瑞 6472的宝瑞 你看整理完 他们还是慢慢的边拉边洗 甚至1795的美食 1795被关中 对不对 你看被关紧闭 它融线不补真的 这些阻力就很好去做个拉伸 是 好 甚至接下来就4743的合一 4743合一来看一下 那你看合一其实周线非常的漂亮 有机会再走另外一波 嘎空的走势 好 非常感谢维群老师 今天包含针对了这个 艾系设计族群 还有元宇宙相关个股 还有生技股 年底的作账题材 哪一次也比较有机会的 标的所做的掌握 刚才老师讲的 电动车里面 不要只看特斯拉 小鹏汽车概念股 今天精确公道亮灯 掌停板了 怎么样掌握未来呢 这个潜力股的机会呢 都可以参考画面上面 我们伟群老师的大头娃娃 用手机扫一下下方的QR Code 跟老师加个朋友加个Line 那记得跟老师互动一下 相关内容 早上伟群老师有空的话 就在Lite里面 跟同学们来做分享啦 好 11月份呢 好多股民们都还蛮开心的 指数噴了2000点 那12月行情怎么走呢 年龄作战行情 邓老师说还有机会 如果说这几天指数 有押回的话 股票有押回的话 要来找买点 邓老师建有新的名单 要提供给大家啦 休息一下 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下个礼拜 我们刚刚老师玩笑 是大台积日 12月6号 因为你看画面上这堆人 都要聚集在 这个美国的台积电的 宜机典礼上面 那台积电的上机典礼 拜登要出席 白宫确认了 包含了商务部长雷蒙多 那CEO魏泽嘉 跟董事长刘德英 好创办人张忠盟 拜登都会到场 那台积电的动作 也谈谈半导体的发展 他说啦 巴菲特买台机市 真的是独具会演 所以小股东们 你们也是独具会演的 政府应该稳 工店关心五年后 店够不够 那伊奈米会留在台湾 不会有技术外流 而今天碰上了包尔放歌 神山一度重返了五字头 这是创下挂牌以来 第八大的涨幅 外资也回补了9.5万张 但老师我想见 应该很多的同学又问你了 老师怎么到500块钱了 那什么时候可以买台积电呢 好的 今天在早盘 一冲到508 其实除了我们自己的会员 还有新同学都打来问 在那里都问 到底要先跑 说先跑先跑 收盘可能会回到500块以下 真的 结果真的是回到498.5 那为什么到了508 说真的不要追 因为它回到这个地方 还有一点点空间 那当然现在就是因为利多 拱在这里 那各位去想 当时370的时候都没有利多 是利空 大家告诉你看350 看300甜甜价 结果不会来 那现在大家告诉你说 500你看到了 那不是不好 是先跑一下拉回再买 一定有机会 那当然还有很多好股票才是重点 是 那我们昨天有提到什么 预创 来到缺口是不是要跑 对 没错 那今天早上很多同学看到一个利多 什么利多 预创的记忆体打入了车用 跟切入了Wi-Fi期 这么大的利多 我们看一下 5351 5351开板开很高 你看一下江坡图 而且还粗亮 你看江坡图 看看江坡图 你会很刺激 你看啪 483 打到45点 对 那缺口在461 所以我昨天是讲得很清楚 我说留一些给人家赚 重视有高点留一些给人家赚 所以今天有很多新同学就很高兴 说老师还好你昨天讲得很清楚 我说行情就像一条鱼 鱼头鱼尾给别人家吃 我们吃中间最好赚了八成 我们去赚40几% 够了 有高点给别人赚 他就不会去追高 是 好 那再来呢 昨天我们提什么 我说联发科 如果反弹3分之1 是吧到760 对 对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联发科一样看见吗 最高756 最高756 那我怎么讲 那就不要去追联发科 空手的不要追了 你要去注意普瑞 或翔硕 你看一下4966普瑞 4966普瑞 今天的走势 你看这多好 涨44块 对不对 我七字头告诉你 现在已经800多了 他已经慢慢地 就往上拉了 那你再看翔硕也是 5269 也是从700出头 一直拉一直拉 今天最高也804的 对 他的涨幅就一定是大于联发科 不是联发科不好 那现在呢 我说台积电也不是不好 是从现在开始 如果你像今天你去追在500几的 或是前几天你买在498的 基本上那个肉不多 肉没多了 因为370叫你积极买 这个地方你不应该一直买 拉回来再买 那同样的就是说 为什么提到说像联发科不好 不是不好 是说他弹了 已经来到三分之一 你要去找什么 连三分之一都还有很大的空间来买 这才是重点 空间才大 肉才多 所以各位我今天有一些新名单 你注意看 这些是新名单 惠特 金测 中探针 茂达 那你就发觉到少了什么 就是联发科我也不写了 对不对 竭力 还有预创我也不写了 再来就是竭力我也不写了 你会发觉他都不怎么动 老师昨天有特别提醒 不是不好 是不怎么动 我们要跟时间赛跑 我们面对一样的行情 各位有的股票涨1% 有的股票快涨停 尤其昨天这一档 创围 跌七八毛 是不是 明君我怎么讲 拉回来刚好离月姓给你买 各位 昨天打回来 这个月姓是给你买 你看一下江坡图 好 看今天江坡图 你知道今天多少新同学傻眼了吗 怎么会这个样子 昨天的低点937看不到 开盘就是这样 拉上来 你说涨停没有 没有锁住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 我说我的股票不容易涨停 但是会涨不停 涨一个波段给你看 这才是你要的 是 涨停会打开是因为 昨天有买的人 今天一定冲 或隔日冲 最近隔日冲 或是早上 早上有去抢的人 一定冲 可是我们不是看一天的行情 我说它都反转到三分之一 那不得了的大空间 好 同样这个新的族群 等一下我们就用线形来告诉各位 没错 一档一档用线形来看 有线形就可以做保护 可以先 你可以做好你的 对每档个股的计划 早上呢 老师等一下 提醒大家 记得要看这个新的股票的操作的方式 包含了前三季EPS 每股净值捐支笔的最新变化 操作建议的话 记得用手机拍下张CG之外 也可以参考画面上 我们邓老师的大头娃娃 用手机扫一下QR Code 跟老师加个朋友加个Line 相关的操作的建议跟策略 老师在Line 里面会有更清楚的分享 好 那各位看 早上到508的时候 我就马上印图 早上 今天是 这个12月1号 我马上印 那我就觉得 我算一下 他已经弹了 整个大波段弹了43.4% 所以我说这个地方 休息是好事 所以我也劝同学 不要太疯狂 370几 380 390 你不积极的买 现在来这边都拼命想买 踩一下刹车 会有更好的获利空间给你 你不一定要买台积电 你如果真的说要买台积电 这里没有买的人 你不一定要在这里买 你可以去找 股票比它低的 但是空间比它大的 好 等台积电稍微拉回一点 再来接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好 那另外看到下一档个股是 普瑞 好 再来 为什么我当时告诉你 联发科跟普瑞 跟翔硕 我会选普瑞或翔硕 这两档都OK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都弹了43% 我只要求弹三分之一过分吗 不过分 三分之一在这里 辛苦 那我给它一个月 它慢慢涨到这里 那你高兴吗 高兴 你700多可以看到1100 这不是很好吗 你干嘛每天像小蜜蜂 冲来中去 不需要 喜欢做高价股 就在买这种股票 又有基本面 机器又低 指标又刚交叉 你自己看 那卷资比又慢慢在增加 这就是好股票 这就是为什么你发觉今天联发科没什么涨 可是普瑞就涨 其实各位不要小看 这两天的差距已经差很多了 这两天这两档股票已经差100块了 你再给它一个月的时候你就发觉 联发科还在这里混 可是它搞不好来到千位了 千元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看这种股票 反弹三分之一 有到四位数 对 好 再来详索 反弹三分之一看这四位数 对不对 那你看这个指标都很清楚 对 因为跌得够深 你看台积电都已经弹到了43%了 那联发科已经接近三分之一 760今天来756了 所以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 反而要你踩刹车 不要慌 很多好股票等着你买 那你也不用在乎大盘 为什么 因为很多股票它正在走自己的路 这就是为什么说今天有这么大的利多的预创 不好意思 开高啪就下来了 翻黑 很大利多 它的记忆体打入了车用 打入Wi-Fi期 拍谁 开高走低 昙花一现 这就是你要照技术线形 都告诉你的 所以详索你如果持有者续报 拉回来都找买点 因为它就告诉你 我的方向往这里走 我的指标才刚开始 这是周线 明天就收周线 所以它基本上告诉你 我未来几周 我就是往四位数走 那你就不用怕 大方向有了 买黑 你就享受 你看前几天跌 很好买 28号 29号 30号都很好买 不用等到今天大涨才追 以这种方式 好喔 拉回不去 再来 威风电子 或许大家看到说 威胜集团里面的 很多股票很强 见达位数 对 可是你发觉它呢 后面的爆发力 我觉得也可以期待 为什么 光反弹三分之一是要看三字头 现在才二字头 你发觉它这个指标是不是很明显告诉你 我这个才刚交叉 然后我又有基本面 你像没有基本面的我们就不推荐 真正有基本面 机器低 本益比还算很低 而且股价大幅度修正 那年三分之一都有很大的空间 各位 我们在跟你讲威风电子之后 各位去想 你两百出头 如果说到了年底 要做账 做到三百块 一百块就不得了了 两百块到三百块是五十趴 对 所以反而是要注意这种好股票 好 反弹三分之为目标 为什么 我说昨天创回跌个七八毛 很多人都来问我说怎么办 怎么突然往下杀 我说那个是给你买的 大家会怕 真的会怕 结果今天一开 最高冲到涨停 你刚才看加坡图 为什么 我光反弹三分之要看一百六 那我说过一百六不是直接来 它碰到一百 附近震一震 然后再上一百二 它慢慢阶段式的涨给你看 然后你看这指标很明显 而且继续在 卷资比持续上升 在养空 慢慢会嘎空 所以如果昨天去抗坏 创围去放空的 今天就马上被嘎了 看起来是被嘎 马上就被嘎了 而且你会被嘎得很冤枉 你会觉得说昨天看起来 就是很弱 可是它就是来碰月线给你买 可是今天 你看我早上印图的时候 也还没有上一百块 968 结果涨停满是103 我想很多空单就马上被下出场 那拉回来还是要早买点 因为这个目标在这里 好 所以是很棒的补票 对啊 技术现金抓出来的反弹目标 那你看上尾投控 你会发觉到 这个地方底都出来了 对不对 这两个大底 然后如果反弹三分之一 我们先看116 那基本上各位看到今天的上尾投控如何 涨2.8 站上101 这是一个指标性 它前几天就是100块一直站不上 100块一直站不上 可是今天站上101 它就在往116走 强一点就往121走 对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指标是不是刚交叉 这个是不是来 黑翻红的第一根 黑翻红的第一个 那下个礼拜会不会涨 会 会 这是周线 下个礼拜五天都是看涨的 是 MACD周线 黑翻红的第一根 你现在看到都是周线 我才刚touch到 好 那你说我下个礼拜五天里面 它要涨到116 一点都不为过 很快 很快 那另外这个是老师的新名单 好 那今天为什么会给各位看这档股票 来 先看基本面好不好 来 看这里 好啊 股价多少 你看 这本益比几倍 现在还有这种股票个位数的本益比 本益比这个个位数 大盘涨2000多点了 我又找到这种好股票 第一个 跌得够深 然后基期好低 是 指标刚加差 然后本益比好低 反弹三分之一看136 看136 所以你看它这个礼拜从87块 到我早上印图最高是94块 可是你看 收盘收95.6 都都都都 上来了 为什么 因为它真的是有基本面 对不对 前三季赚12.76 这不是开玩笑 那一年如果赚15块就好 或16块也好 我给它十倍本益比 百五 百五 我们就以技术现行反弹 最弱势的反弹三分之一 那么136 这空间大吧 很大 你从90几 报到136就有40块了 这40块等于将近五成 对 所以我希望说同学去找这种好的标的 然后你可以很放心地买 不要羡慕每一天不同的掌停板 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掌停板 你不够就这样撩 你要抱起来 慢慢地赚 为自己 比较踏实 为自己的年终奖金 自己来争取 是 好重要 38 40% 50% 你过年就很好过了 对不对 好 再来 为什么提到金册 来 各位 金册 你看这个底型 有没有明确 有 双底 颈线我也写给你看 叫做491 那底部到颈线 我算给你看127 对 这样你会咬吗 会 会嘛 这样咬 来 一比一等距离掌 我算是这里 610多 对不对 对 那你是不是利用它回撤颈线的时候 500多 500出头 你都可以站在这里买 然后到了这里就跑一趟 那这样是不是做起来就很轻松 所以金册也可以留意 线型出来 好 中探针 车用中探针 中探针 各位看到 这个线型 它这里是一个底 这里有一个底 是 是大的底 这是桌线大的底 然后你发觉到 它前三季做到2.83 那你反而三季看这里 我觉得看50块几率很大 因为萧老师提到 它也是四分 是 对 初恋庄里面的四分表 那个表格中探针里面 刚好又四分 技术线你用刚好 好 再来冒打 你看 好漂亮 前三季12.3 本一笔算起来低于10倍 反而三季看162 所以你看今天冒打强不强 两核 连续两天好 为什么那么强 那昨天是不是很好的牌子 对 今天而且带亮 对 有没有